基隆市政府和永胜公司2004年签订的废弃物处理BOO促餐案契约 因为合约期满不再续约 基隆市议员在预备会上提案时担心指出 如果没有处理好是否可能爆发垃圾大战等问题 特别是垃圾烧完后的抵扎处理 因此市议会将要求市长和市政府相关单位 在8月14号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 要向市议会报告清楚 市政府将会如何处理 基隆市以永胜公司所签订的所谓的处张法 就是BOO最终处置掩埋场 这个在7月16号已经也中断细业了 未来基隆市整个未来垃圾所产生的非渣与底渣 市府如何的处置 那有没有哪个县市愿意接受我们基隆市 所产生的这些非渣与底渣 未来若是往外县市送的话 我们基隆市的财政又要负担多少 所以说希望这次在大会的时候 能够请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详细的报告 以上 我们可能会议员提的一样 因为最近市民非常关心我们的市府最近最大的新闻 就是BOO一案 就是已经合约到期了 那我们接下来基隆市的递家跟非会到底要何去而从 那处理机制是什么 希望可以由基隆市政府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想其实议员的提案跟议员关心的议题 就是市民提出来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非常多的市民最近看到新闻提出意见 就是怕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垃圾大战的问题 或是垃圾何去何从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次报告事项也特别有议员提出来 有几位议员提出来 我们会请市政府做妥善的报告 然后也让市民朋友都可以知道跟理解我们市政府接下来会怎么的安排 那我想我们市议会就是一个市民提出意见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会好好的要求市政府做负责任的报告 而且是有实际上会发生的内容跟状况的一个说明 让市民朋友可以清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